因為我曾經在某一個平台 聽到Ivan有時有講資金流 也挺準確 我記得我一次是連隻992都被你説中的 就是說這兩天好像見到992有錢人 他保持你其他人 其實我一向是偶像 你笑連古實 你笑一把 那就 992有錢入 好 這樣想992 跌了這麼多天 不會退的 不夠想推992 你見我很少說 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是的 有錢入 然後好像第二天已經有錢賺 那就可以看看 好像你們網站也有說資金流 其實你說過資金流的話 有幾個資金流數據 我想都值得大家去看看 第一就是 譬如去到我們網站市場資金流向 市場資金流向 市場資金流向就是 每天整個市場上面 有哪些相關資產的 卵或者牛紅證 是比較多人買 如果譬如說 有時你見到 有些過股 平時小人買賣 突然間 它的好倉 或者淡倉是增加了 這些就比較值得大家關注 譬如說 我也有一個例子 可以跟大家說說 就是廣氣 其實近期廣氣這三天 是有一些大手的資金 平時很少資金流入 還趕著買489 但是呢 這幾天其實廣氣 如果你說 即是說 累積的五天 大家看到了 累積五天 好倉 有三千多萬的錢 是買了廣氣的倫 有幾隻廣氣倫 都是一些大手的投資者就買了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說 他們對於廣氣的銷售數據 是比較樂觀的 值得大家去留意 不一定完全準確 這個真的有一個決定 但起碼你可以 收窄一個範圍 去究竟有沒有證股 是有機會或有一個移動的 因為通常汽車股 就是 接下來我月頭會出 銷售數據 你就可以去看看 用這個方向去消化這些數據 還有你一進去 其實你大概都猜到 為什麼那些人會買這些產品 譬如說 為什麼買廣交索 廣交索其實這陣子 不知道是不是小賊王你推完之後 有個人買了 很害怕 很害怕 立刻很害怕 還有三百八個字 好了 建行的話 因為那些人可能第三位業績 這陣子已經出來了 剛出來了 是 4% 廣棋就不知為什麼 你看到高位租租人買 反而這個就可以看看 有些事情你解釋到 你明白 你覺得有機會 你就跟進 你覺得市場這樣買 其實不對 你就不要跟 但有些不明不白的話 就值得答應 你的重點是說 增多了 就是比之前是沒有的 突然間有的 我一樣東西 而不是說數目那麼簡單 是的 這是第一個數據 大家值得留意 第二個數據就是北水 是 北水其實近期 都 早一個多月就多些人在 最近又少了些人在 我想因為可能北水 雖然 今天流入多了 兩個星期來最多32億多 其實你看到 我們這個數據 就給大家看到了 首先講北水 我們有兩版都是講北水 講一講這兩版 其實那個數據有甚麼分別 這一版講 股通十大成交股份資金趨勢 其實首先你剛才說 三十多億那個 就是這個數 淨流入資金 譬如滬港通南向的18億 深港通南向的時候10億 兩個數據其實對比昨天來說 之前的話 有些北水去買回來 是 亦都平保的時候 繼續有承接 今天曾經市場跌的時候 它很快就有倒升 你都可以看到 就是平保原來 就是內地的資金 都很喜歡去 中芯其實最近都是常常上榜 至於 今天下午開車的中車 是 中華中車 零車 我們選擇旁邊的那一隻 你都可以看到這些數據 去做一個很短線的分析 你看完這些數據的時候 如果你說 我想立即做一些卵證部署 你就可以看回我們瑞信選擇的一些渦輪的選擇 有甚麼想法 或者可以回到搜尋器那裡 根據剛才我說的牛皮 家外的一個標準去選擇你自己 適合心水的一些卵 這是第一版就是每天的六點後 我們就會更新 再更新 那你就可以去看回 我們這個網站的好處就是 你很簡單已經可以看到 哪些流入流出 就不用直接自己去加減 還有給你看完的 trend 對比昨天來說 其實是流入流出 另外有第二版就是 這個資金流及持倉比例 這個是我們獨家的 暫時是我們才提供到這個數據 這個其實 數據上面就是看回長線的資金流向 那麼我們是去回Sikas那裡 對回一些倉位 那麼你可以看到就是過去五天 或者過去 累積 是的 一天、五天、二十天 那個累積的資金 那麼你會看到了 就是整個市場所有港股通股份的 累積資金流 平時你每天看 收市後公佈的 只是說最活躍成交十隻 去上不了十隻上榜的話 其實你甚麼都不知道 是的 那麼這個累積的數據的話 你就可以看完所有港股通的股份 譬如說 你說今天有 沒有上榜的 有些沒有上榜的 可能譬如說 隨便說 雷神 你有甚麼心想 東風 東風 四八九 有的 在網站裡面有的 那麼你就這樣選東風 好 然後你見到 原來近來是資金流出 即北水沒有甚麼保住 再見 二一日 二十日 見著股 再見 見著中頭股 那麼你就會見到 原來是沒有甚麼北水去賣的 是的 那麼你說這個資金數據的話 就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對Sequs 一定是退回 只可以拿到兩日之前的 但是你看這個數據的話 就是一個很中線的 一個趨勢給你看到 即北水繼續 可能這陣子都是平保 內銀 騰訊那些為主 那麼下面那個 這個就是持倉 持倉股份的比例 有些哪些可能 即北水可能是 Conor 圍 在這個表裏面 你都可以看 那些內房那些 Conor 也挺健的 是啊 那幾隻 譬如說見到有哪些股品 可能是新上榜的 你看到Libana 我們都會馬上告訴你 有些哪些是新上榜的 新華保險 是的 這個比例是成交金 這個是這樣說的 新華保險就是 它是第四位 兼它的成交金 較昨天是升了 那這個是可以說 短炒的 是的 你可以說信號 持倉比例高之餘 其實成交移動 你就可以立即去做一些 相關的卵證的部署 歐元跌得很厲害 跌了百分之一 這幾個資金流的時候 我覺得是值得大家去看的 有沒有朋友 有沒有些甚麼 有啊 他問你近來最興奮的是哪一隻卵 這條問題很搞笑 還有700牛定卵好 700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是炒單日的波波 可能流紅症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說你現在要買卵的話 可能你就要等它的股價 可能是要不就要近三百四十五元 要不就要近三百四十元的時候 我就建議大家可能選一些貼價 一些那些700的貼價 就可能選到三百四百頭的行使價 是 行使價落到三百六十三百七十的位置 或者它真的破上去三百五十一二元那些位置的時候 你那時候就可以用一些卵 牛紅症的話 就給你在這六七元之間 就去做日內的部署 沒有啦 炒位 譬如說 好處就是因為牛紅症你沒有波幅的變化 動得快的時候亦都跟跳 其實還有700有時牛紅症好玩在的地方 其實它提供的槓桿比率也挺高 很多的牛紅 這裡給大家可以提一提 騰訊 好了 很方便 說你的表 去回各股牛紅症加分道 你看到騰訊的 如果譬如說 它三百三十幾元收回價的那些牛症 你看到一個數字叫做相對融資比率 就是說等於我們卵商借大約九成半的錢給你 其實你一看這個數字 很敏感度很高 雷神光 你看這個數字 我還沒說你也知道我講過甚麼 其實這件事是甚麼呢 如果朋友真的不知道 你按這個問號 你按進去其實會難得 會告訴你其實這個數字是怎樣計出來 它代表甚麼呢 一般譬如譬如你證券康謝貓戰 可能就是六七成貓戰 但我們一些國股牛紅症 很多時候其實是八成九成貓戰 那些槓桿比率很高 動得很快 如果你炒騰訊一個很窄的波幅的話 其實它是跳得很快 你中方向是容易捕捉到那個升跌 如果短期來說 你說騰訊有甚麼牛仔 首先你進入這個圖 你會想一想自己可能想選擇一些 方便大家選擇一些個股牛紅症 就是一個個股牛紅症暴陣 這個就是說 我們將不同的 我們發行的牛紅症 就放了 用按收回距離去分拌 譬如說你想選擇700的牛紅症 你來到700這裡按展開 你就會看到 所有不同收回價和槓桿的牛紅症 這個選擇很快 你說我想選擇337元這個收回價 你就選擇這隻 你想選擇330元收回價 你選擇這隻 你看到它們的槓桿比率 其實也會有一個分別 因為這是很方便的一個工具 讓大家去選擇牛症 還有在這個工具上面的話 我們也會告訴大家 甚麼時候選擇甚麼收回距離的牛紅症 會比較好 就是因應不同的市況 如果你說轉角突然會大爆 或者一個市況 你可以選擇一些貼價高槓桿的牛症 那些牛紅症很多時候 槓桿比率是去到十幾二十倍的 看中的時候就贏了很多 看錯也有風險的 看錯就有機會滔滔 至於你說牛皮的話 你可能就選擇軟價一點 5至15% 其實5至15%你說 軟還軟 其實槓桿比率很多時候 都比你做孖子眼 是 如果你說中長期 我想坐得舒舒服服的話 你可能就是15%以內加內的牛紅症 亦是如果你想看詳細例子 慢慢去瞭解 可以回每一個 我們都有一些內容給大家去看 是 他說已經問你可不可以定期教他 這個是 詩人複雜 詩人複雜 然後美股爆升 然後又說港股會不會爆升 現在才趕到來 現在人家下班 你真是搞鬼 我記得你也問過 想幫觀眾朋友問 究竟如何比較牛紅症和渦輪 是 我做完這個例子 因為我們也過關了一些時間 是 沒問題 不過就教大家 我覺得這個也很實用 大家可以立即去看看 譬如說我們選這個 或者內銀 內銀 主要是比較時價值損耗 和財務費用 譬如說我們選一隻內銀的牛證 譬如說939 我們選一隻牛證 我們會看一看 選所有的牛證出來 這期也很悶 好了 但是說悶悶悶 其實最近939的牛證 不知道為甚麼很多錢買了 因為 因為很多傻人 因為我們也有很多隻 被人買了 即是有會不會有甚麼特別的 很多100%街貨的被人買到 哇 是否查到北水 我都是一些大手的投資者 是否北水就不知道 OK 北水他也不會 他們知道 我們不知道 我們都是估計的 你們知道 好 你看回 其實 譬如說這些牛證 假如我們介紹給 例如6.4左右收回價 5%左右收回距離 這隻牛證的槓桿比率是15倍 再低一點的時候 譬如說6.1.9這隻 8%收回距離 槓桿比率是10倍 你先記住 15倍和10倍 大家記住 5%和8%收回距離 好 我們再看看 939的一些應購證 我們做個比較 嗯 我們又去手上 小編可否幫我給 北水令 朋友 北水令 好 給了 好 好 其實我個人比較多時 少許 哈哈 不是 這叫好奇心 其實你看回 如果你說 選擇一些健康的 渦輪 你看到 譬如說 29493 這隻比較貼價的健康的呼籤 其實實際的槓桿比率是10.8倍 你可以比較 原來我選了一隻8%收回距離的牛證 和我選一隻貼價的健康的呼籤 其實你可以說的回報收益是接近的 好 我們再做一個比較 就是如果我選一隻健康的呼籤 其實它的每天的時間率損耗是多少 其實你看到每個時間率損耗就是1% 其實你看到這個數字的話 你已經可以預估到 其實牛紅證的時間率損耗是沒有那麼多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每一隻牛紅證 其實在財務費用 可能是幾%的一個財費 你拉勻 拉勻這麼多日去除 一定會低於1% 你可以去看看 如果你覺得8%收回距離是舒服的 你覺得收回的機會不是那麼大的話 再長坐 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就可以買那隻牛證 它的條款就可能 如果你做一個中線部署就會好過你買一隻鱗 我想再提多一件事就是 除了你說這件事 剛才你說的時間率是1% 而你財務費用其實可能一隻牛證是2-3% 但是拉勻整個period計算 你要想起來就是當你維持的時候 正如不動的話 你的鱗隨時會縮窩 縮窩到你還沒計算過縮窩對價值的影響 所以是雙蟲 是雙失的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剛才也說過 如果是沒有人買牛 沒有人買召喚 全都沒有買牛 但是反過來就是召喚 都是那句 如果你明天 譬如你939 今天出了業績 原來不是升4% 是升40% 即是939可能升了10%上去 那你的牛 跟一隻戴 牛可能是贏40% 你的戴可能會雙倍 就是這樣比較 沒錯沒錯 因為剛才我想你講過 如果你說突然間短期爆升 對中值會放大了 那你的實際杠桿其實會 它的升幅會高過實際杠桿 很大機會 至於牛證的時候 因為它越升 其實牛證的價格升了 其實它的槓桿比率就低了 因為等於你自己放進去 如果在孖戰的例子 就是你放進去 本是大了的時候 其實你獲得那個槓桿比率 效果就會低了 所以它的升幅就相對沒有卵那麼高 那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但是如果你的心態是 牛肥市我炒波夫 或者我是坐一個quarter的 那可能你是做一個牛紅證的部署 就會比較適合一些 沒錯 大家可以這樣比較 每一次可能譬如說 那你就看一看大概這樣的槓桿 究竟那隻牛紅證的收回距離 是自己舒不舒服的 如果這個8%我很不舒服 其實我要選到兩成的 才可以的 那你就可能會選輪 因為你的輪可能實際杠桿高一點 其實如果它選到兩成 的軟牛沒有問題的 槓桿很小而已 是的 你不就照選 沒錯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即是釋除選辯 但是你就不要說買了一隻 很軟的牛證的時候 為甚麼到時不升 升那麼少的 為甚麼升得我少少的 那些 槓桿很高的 是 這樣 有朋友回答一個問題 為甚麼早上時會慢一點開盤呢 因為一開始 其實很多時候證股的買賣差價很寬 是 其實我們都未定到一個價格 一般其實你見到我們發行商 在5分鐘以後都會開齊 還是正在做對衝呢 其實 去到 是 因為求了5分鐘 其實證股根本未排出來 大家的盤都射進去 那個市場裡面 是 變成你 你不可以說證股本身 都買賣差價很寬的時候 你要求我們輪商提供一個 很窄的買賣差價 是 還有我們其實有這麼多產品 我們的牌子慢慢出街 其實都會有一些時間 可能都要1、2分鐘 是 所以就給它5分鐘 盡了5分鐘 可以留意 追遲追遲 18分鐘之內要開啟 專業 對專業 就是精彩很多 其實他想說甚麼 說你專業 不是我 你和Ivan專業 OK 那你就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形容詞 小丑王 即是甚麼 專業成專業 可以了 讚好 我可以補身 我補身 OK的 他們最後 他們兩個太熟的條款 說得很快 我歡迎大家回去 就可以重溫 還有我想 這次可能大家 如果你說剛剛初學的 未必能消化 不要緊 你有甚麼問題的話 可能 他誠叫你上來 是的 有甚麼問題的時候 很搞笑 就問 例如平時有甚麼 在節目裏面 可能大家問下雷神 雷神我相信他都解答到大部分的問題 如果真的有些可能是 發行商的操作 或者我們怎樣看的話 可能我們交流 雷神可以在節目裏面 和大家分享 好 好啊 希望有多點上來 和大家去說 好啊 還有可以看看網站 我覺得自從上次 有東西很重要 對 看完那個報徒 你剛才說的網站 除了剛才教了大家玩很多 網頁上的一些工具 近來我們其實也在送 我有 桌面已經 在送 狗仔的月 是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先認卡 先認卡 不用錢 你桌面就有了 首先 如果你說是Tacy Money的一個朋友的話 雷神是專業朋友的話 其實我們都一定預留了一定的數量 你們換的話 你的朋友數量換的話 我們是一定會有貨給大家的 好啊 好啊 但是大家都幫幫忙 如果說想換的話 去回我們的網站 按一下進去 登記一些簡單的資料 登記了之後的話 我們就會將這個精靈的月力 寄到你家裡 哇 這麼好的 很重本的 是的 因為就不是說有些 就是你要上去我們公司 這陣子殺得多牛 哈哈哈哈 關死我 我明白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笑死我 好吧 他們幫我們改了名字 古壇福六壽 不是吧 不是吧 我是甚麼 我是阿勒嗎 什麼 福六壽 福六壽不是王祖南的那隊嗎 舊一代才是阿勒 新智慧 因為我對你年代不同 你明白了吧 你明白了吧 好吧 我也沒有力了笑到 他們叫我做到明天九點半 不用擦牙 哈哈 那有些朋友說 開架有甚麼問題的話 歡迎給多些意見 或者有甚麼問題的時候 我們上來的時候 可以多些和大家交流 今天我們集中和大家說了很多 簡論 簡學洪正 以及介紹一些網站的功能 好 希望能幫到大家 好 聊到這裡了 多謝Ivan 多謝雷神 還有我自己 下次再和大家聊天 拜拜 拜拜 拜拜